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不阿邦的好朋友的好朋友 歪掉男孩阿登 你知道的 今天阿力呢 不在 那今天只有由我呢 來代班 那今天神開箱系列呢 我們要來介紹這一尊 南無奧特曼佛 相信光的力量 那今天的這尊佛呢 遠從日本分離過來啊 實在是飄洋過海 然後來到了這個台灣這邊 這間廟呢 它是一個後殿 一間廟的後殿 那前面有兩尊布匠 這尊呢 是發泡版的奧特曼佛 那這尊呢 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不辣啦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 歪掉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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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登你知道的 歪掉男孩 歪掉男孩 好啦 別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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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還有人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嘿 又好 大家好 這裡是台灣最潮最專業的宗教之媒體 利智陽台 我是布拉康的好朋友台灣最潮修的是阿利 那剛才那個呢 那個來亂的 我們就把它放好不記得 嘿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到阿利在屏東的另外一個家 然後來介紹這邊的信仰 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要忘了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的商品呢 也一直持續在我們的商城在販賣中 那想要跟我們一起聊天的 也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群組喔 那我們就來今天的介紹囉 Let's go 好 OK 那我們今天呢 來到了屏東 嘿 啊 這個地方阿利超級熟悉 這是阿利在屏東的另外一個家 這也是屏東紫層店 那屏東紫層店呢 也是我們台南進洋堂的高北京 所以咧 今天就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屏東紫層店 那這個地方其實說真的不是很好找 它就在機場北路這邊 在屏東機場旁邊的田中央 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先暫時 山區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現在也正在努力的邁向 構地建廟的這個目標在前進 所以咧 阿利就想說 嗯 來介紹一下這個地方給大家認識一下 那屏東紫層店呢 它主事的神明是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那我們現在看到它正中央咧 最後那一尊店呢 是一尊軟生的玄天上帝 那軟生的玄天上帝 前面這一尊 就是他們的開機玄天上帝 那開機玄天上帝 在前面這一尊 超級可愛的太豬雅 欸 這一尊就比較蠻有趣的一個典故 這一尊太豬雅跟我們一般認識的 羅詐三太子 或者是我們台南還有所謂的殺陶宮 這些殺陶太子是完全不一樣的體系 他這尊是在他們屏東家 有一個龍王殿 龍王殿的龍王信仰 那這一尊就是所謂的龍王太子 龍王的太豬 所以他們這邊還有一隻金龍 所以有一個金龍鎮 就是龍王太子的真身 然後才就裝了這一尊太豬雅 所以就是龍王太豬 那我們在我們上帝宮的旁邊這邊 他們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小小空間 他們稱這也是他們的王爺館 王爺館它最主要的祭祀的神明 就是我們東港東龍宮的文古千歲 文王牙 所以他們這邊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尊文王牙 就很慈想的坐在那裡 那文王牙它其實大家有對東港我認識的都知道 其實文王爺它最主要它那頂帽子 其實真的是蠻特殊的 是所謂的文王專屬的帽子 就是這種它這頂帽子就是我們怎麼說的 類似上帽子也叫金雕 金雕帽 主要它旁邊 我們一般看到 土地公在戴的上帽子 旁邊都是做的鱸魚那麼多 但是我們文王爺旁邊做的是麒麟 是樓空的麒麟 這是屬於東港比較特殊的一款帽子 就是文王專屬的帽子 那他們王爺館是有另外一群人的組成 所以是蠻有趣的一間廟裡 他們的組織化非常的明確 就像你說的 其實這間廟都會自己的組織結構 它這邊很有趣 它躲在下面桌子底下 我喜歡稱這裡是可愛動物局 包括有虎牙公大家很常見 但是這裡還有金蠶廚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燈 他們這邊稱為就是寵物祈福燈 我會幫寵物做一些祈福 因為現在人有些人都會把毛小孩 當成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現在人要健健康康平平安 那寵物我們的毛小孩也是要健健康康平平安 所以你覺得我自己的設置 那在這個地方 阿力大人再來介紹一下 也是名師之座的神像 好 那在我們王爺公的另外這邊 這裡主要是我們 武財神 武財神這邊 阿力有看到一個阿力非常熟悉的神秘 就是我們的 鯉魚宮 這一尊鯉魚宮 是阿力很熟悉的地方 它是西甘慶安宮的鯉魚宮 而且滿有趣的 好 那在這之後呢 我們有看到我們武財神旁邊有一尊 鯉魚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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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尊鯉魚宮呢 就是阿力大人講的 它是名師之座 它是我們在說的隔壁 它是金唐閣 西尾塞中的 我們現在知道了 西尾塞也是屬於 很高檔的裝佛工藝了啦 所以來到西尾塞 雖然麻雀雖小 它雖然只有小小一間 踢出鯉魚 在田中央 但是它裡面呢 有充滿著很多 讓人家很驚豔的工藝在裡面 那這裡的信仰組成也非常的完整 那信徒也不少 所以廟真的不用很大 很富麗堂皇 但是西尾塞的圖就是會 這麼嚴重的一個信仰圈會形成 這就是阿力子在努力的推廣給大家 我們信仰就是這麼的單純 這麼的可愛 好 那看完了 家電這幾尊呢 我們這幾尊 我們看一尊很大尊的金星大 這尊不是電電佛 這尊是出格佛 這尊出格佛也是非常精緻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尊出格佛 這尊大尊的上帝說 其實它蠻精緻 蠻美的 那它整體上 它是後來有經過 車庫美學 我們身邊塞 他們有重新整理過 包括化石 還有頂修的面諾 面容 所以它在整體的細膩程度上來說 它是看到那個名塞佛的氣氛 所以是很漂亮 他們都以這一尊在做他們的出格佛為主 他們出格就是那一尊的出格 它的尺寸其實算起來算蠻大的 所以他們出格的時候版頭 你在做什麼 你要介紹什麼 我先補補物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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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著 放著 怎樣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有時候你們這裡有這麼多麥香 這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這裡 在辦事的基本上是 我們這尊修上帝阿公 跟我們的三上帝 還有我們的座公菩薩 因為我們座公菩薩 他喜歡喝紅茶 那他原本喜歡喝的是 我們說的正三小種 就是我們台六才的帝 但是這不好買 不好買 不好買 所以他用這個 對 所以用這個代替 那出家人慈悲為懷 所以 什麼樣都可以 所以這就是信徒 好 我要問你一個很正經的問題 你說 我們紫辰店 嗯 他是什麼時候創立的 在2004年的農曆 10月29號 然後正式成立 那年我18歲 對 所以可以推斷一下 可以推斷就是 這個比我還空 18歲就在做空的 不只啊 我大概14歲 因為 原有是這樣 14歲被 開機的玄音上帝 找到之後呢 然後就 開始一系列的這個 過程 那正式成立是 18歲那一年 所以 為什麼當初會找到禪中 因為當初 其實我們 在一個邊邊角角 那時候還是跟人家租的 那 神奇故事就是有一天呢 因為 屋主要趕我們走了 那後來有一個老婦人 跑來說 你們是要租地方 我說對 我們要找地方 要供奉神明 就找來這邊 那其實 這個 來到這邊之後呢 發展其實一直還不錯 就慢慢慢慢的把這個 組織給建立起來 那 所以說 陳如一句前輩在講的 不要做廟會空 要做文化 所以我們已經慢慢的慢慢的 再把整間廟都給 建立起來 幫我們有一些制度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你們現在就是 要購地 建廟 那你們 購地 也是在付這 就 這一塊風水寶地 我們這風水寶地 所以我們就絕對要去一家 也歡迎 信眾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過來 喝紅茶 紅茶你不用怕了 好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你們這裡 說廟會 沒有好處 你有什麼比較好處的地標 有人說要來這裡拜訪 或是 或是說要來這裡走走的 這很簡單 我們Google Google上面 就我們的這個 力標 你用Google Google同誌 會把你帶路帶到這裡來 你來到這裡 就看到豪華光顯現 就知道了 整間的發光 對 就說我可以 相信光的力量 相信光 外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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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有看到我們那時候泰豬亞 對 我剛才有說 那時候泰豬亞是龍王泰豬 對 他怎麼來這裡 那是當初 因為我還 就是在遜跡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來找我 那剛剛其實我再補充一點 我們的金龍太子呢 是從 屏東寺海豐龍王殿 北極鎮海都定王 好的 兒子 所以他是龍王三太子 對 那這個比較特別一點是說 就像剛剛你講的 不是所謂的那什麼九龍太子 然後插末太子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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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比較特別 那他三歲 他目前 他抱的年齡是三歲 那當初他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 依照他 所講的形象去 給他做一個雕刻 嘿 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龍正 那龍正的話 今年 有機會 有機會 對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在府城遊走 當天會送 一些東西 啊 至於是倒一顆 我也不要賣棺子了 聽他給大家說嘛 對不對 好 就是在 鳳汐的上傳書 在進陽台這關 對 啊記得來找我們 記得來找我們 我要做一個小小的預告 因為 之後很會拍集 神開箱有關於刺繡的東西 那這一件刺繡 跟這一尊 有很大的圓圓 啊這件刺繡是 非常的有趣的 一件刺繡 但是很漂亮 真讚 就是台南名店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 就要請大家要 好好的關注 下一集的神開箱啊 那 今天喔 非常感謝歪掉南海的客串 那 也歡迎大家有空喔 可以來到屏東這邊走走的時候 會記得在吉祥附近而已 叫請紫辰殿 現在他們也可以很努力的賣相 就是走 垢地建廟 啊 你以前在我的節目講過的就是 幫神明把廟宇建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到這邊 幫上帝宮完成這件很大的大事 一塊兩塊也是愛 一百兩百也是愛 上帝愛你喔 像信光的力量歪掉南海 好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歪掉南海的客串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喔 李志安海 See you 歪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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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